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罗云熙受邀赴泰,机场人气爆棚,中秋活动引期待。 9月16日,中国著名演员罗云熙受邀前往泰国,担任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参加由泰国旅游与体育部主办的你好月Nihal Month中秋节特别活动,受到了泰国粉丝的热烈欢迎。 当天,罗云熙刚抵达泰国机场,便受到了众多粉丝的热情接待。 早在她到达之前,许多泰国粉丝便早早来到机场,等待她的出现。 当她从机场通道出现时,现场瞬间沸腾,粉丝们激动地挥舞着手中的应援物,欢呼着她的名字。 罗云熙面对这份热情,展现了她一贯的亲和与温暖。 她微笑着与粉丝互动,挥手回应,并且亲切地接过了泰国粉丝们为她准备的象征祝福的精美花环。 这一举动引发了粉丝们的进一步狂热,纷纷用相机和手机记录下这一瞬间。 不仅如此,罗云熙的到访迅速引发了泰国社交媒体的关注,尤其是在推特上,罗云熙的名字短时间内便登上了泰国热搜榜。 许多泰国网友纷纷留言,表示对她的喜爱和支持,特别是一些曾经见过罗云熙的泰国粉丝,表达了她再次来到泰国的激动心情。 还有许多泰国粉丝表示,早在罗云熙确认出席活动的消息传出后,他们便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期待能够在活动现场亲眼见到这位来自中国的明星。 罗云熙此次前往泰国的行程安排非常紧凑,主要参加两项重要活动。 首先,她将在9月17日下午,出席在曼谷最著名的购物中心之一,上泰世界购物中心Central World,举行的泰国电信公司AIS的宣传活动。 AIS是泰国最大的电信公司之一,这次活动无疑是罗云熙展示其在国际时尚圈与商业合作中的重要平台。 作为形象大使,罗云熙不仅将在活动中与品牌互动,分享自己的时尚理念,还将向泰国观众展示她多才多艺的另一面。 在AIS活动结束后,罗云熙的行程将继续,她将在同一天的17点左右,前往先罗百利公Siam Paragon,参加由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及旅游局联合举办的中秋节庆祝活动。 此次中秋节特别活动以《你好月你好》为主题,旨在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中泰两国人民的礼节与友谊。 作为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罗云熙将在活动中担当重要角色,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向泰国民众传递中国文化的魅力。 泰国作为罗云熙的国际粉丝基础,较为稳固的国家之一,泰国的粉丝群体对她的喜爱从早期便已经展现无遗。 此次活动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文化交流,更是一次加强中泰两国娱乐圈联系的机会。 罗云熙作为代表中国青年艺人的形象,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温暖的形象,成为了两国人民友谊的桥梁。 未来,罗云熙不仅仅是在影视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此次担任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无疑是她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她以其独特的个人魅力和积极向上的形象,在国际粉丝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喜爱。 这一活动不仅仅是中泰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更是罗云熙个人魅力在国际舞台上的再一次体现。 总之,罗云熙此次泰国之行,无论是受到粉丝的热烈欢迎,还是成功登上推特热搜, 都展示了她在国际娱乐圈中的地位与影响力。 我们期待她在接下来的活动中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同时也期待她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创造更多辉煌的时刻。 36岁罗云熙速沿到泰国,或旅游部局长接机,尽显巨星待遇。 近日,36岁的罗云熙抵达泰国,正式开启了一场星光异议的泰国之旅。 从她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起,整个行程就已经充满了期待与荣耀。 作为中国当红的影视明星,罗云熙不仅在国内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 他的作品《香蜜沉沉浸如霜》和《长月尽名》在泰国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收视率屡创新高。 此次泰国之行,罗云熙不仅以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的身份亮相, 还受到了泰国粉丝和官方的热烈欢迎,堪称一次巨星级别的旅行。 在罗云熙抵达泰国的当天,曼谷机场内外早已挤满了翘首以盼的粉丝们。 他们从一层到二层都围堵,在机场各处,手持横幅,高呼着罗云熙的名字, 现场的氛围可谓热烈非凡。 这种盛大的场面再次证明了罗云熙在泰国的巨大影响力。 罗云熙不仅仅是在国内拥有无数拥顿, 随着他的影视作品在海外的成功, 他在泰国的粉丝群体也日益壮大。 此次粉丝们的热情接待,不仅是对他个人魅力的认可, 也说明了他作为演员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 在这次泰国之行中,罗云熙不仅仅是作为一位影视明星来到泰国, 更是以中泰两国文化交流的代表身份出现。 凭借着他在两国之间的文化影响力, 他被授予了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的荣誉称号。 泰国旅游部对此次罗云熙的到访高度重视, 并为其安排了一系列官方行程, 进一步彰显了罗云熙在泰国的尊贵地位。 机场的接待仪式无疑是整个行程中的一大亮点, 泰国旅游部的工作人员亲自迎接罗云熙, 让整个接待过程充满了温馨与尊重。 罗云熙当天的亮相更是引发了现场的狂热。 他以纯素颜出现在众人面前, 虽然戴着口罩, 但依旧难掩那俊朗的五官和迷人的气质。 罗云熙的剑眉星目, 仿佛是从小说中走出的翩翩公子, 散发着一种独特的魅力。 尽管机场内人山人海, 罗云熙依然保持了从容与优雅, 与粉丝们亲切互动, 微笑着接过粉丝们赠送的花环。 这一幕不仅让粉丝们倍感激动, 也让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受到了 他作为明星的温暖与亲和。 值得一提的是, 罗云熙的机场造型也引发了不少关注。 当日他身穿绿色冲锋衣和黑色休闲短裤, 反戴着一顶棒球帽, 整个人看起来既时尚又充满了少年感。 这样的简单穿搭不仅展现了他的时尚品味, 也凸显了他自然不作作的气质。 粉丝们纷纷称赞罗云熙即便素颜现身, 依然帅气逼人, 完全不需要任何化妆的修饰, 天然的骏狼五官已足以吸引众人的目光。 此次罗云熙以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的身份来到泰国, 足见他在中泰两国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泰国方面的高规格接待, 进一步表明了他在泰国娱乐圈中的影响力和受欢迎程度。 在机场的接待仪式上, 罗云熙展现了他一贯的谦逊与礼貌, 他不仅与泰国方面的工作人员亲切互动, 还以温暖的微笑回应了粉丝们的热情。 这种内外兼修的明星风范, 再次让人看到了罗云熙作为公众人物的魅力。 事实上, 罗云熙的魅力不仅仅停留在影视作品和外表上, 他的个人修养与礼仪也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国际关注。 在泰国的行程中, 除了粉丝们的热烈欢迎, 罗云熙的名字还迅速登上了泰国推特的热搜榜。 泰国的社交媒体上一片热议, 许多网友纷纷表示对罗云熙的喜爱与支持。 一些泰国粉丝还留言说, 早在得知罗云熙将出席此次活动时, 他们便已经准备好一切, 期待能与他近距离互动。 在罗云熙抵达机场后的数小时内, 他的相关照片和视频便在网上风转。 无论是高清的专业照片, 还是一些粉丝拍摄的高弧图片, 罗云熙的英俊与干净气质都完美地呈现在镜头中。 即便是在模糊的图片中, 他的帅气也无可掩盖。 这种无懈可击的美貌与自然散发的魅力, 瞬间引发了网络上的热议, 网友们纷纷惊叹他的颜值和气质。 对于这次罗云熙素颜亮相泰国机场的造型, 粉丝们也纷纷表示惊艳。 从他与粉丝的互动中不难看出, 罗云熙不仅外表出众, 更拥有一颗温暖、善良的心。 他的礼貌与谦逊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 也让他的泰国之行显得格外成功。 粉丝们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对罗云熙的热爱, 许多人在评论区分享了自己与这位明星有关的故事和感受, 共同见证了这一难忘的瞬间。 总的来说,罗云熙此次的泰国之行从一开始就备受瞩目。 他不仅以中泰友谊文化形象大使的身份出席了官方活动, 还凭借着自己温暖的性格与礼貌风范赢得了泰国人民的心。 无论是粉丝们的热情接待,还是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罗云熙都无愧于他作为国际巨星的身份。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他在泰国的行程中带来更多精彩的表现, 也期待他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继续创造更多辉煌的瞬间。 罗云熙为游戏队加油,不剪辑就露出了自己的真面目。 他的脸很小,看起来很有男人味。 罗云熙作为一位深受大众喜爱的国民美男,不仅在演艺事业上有着出色的表现, 还拥有丰富的兴趣爱好,尤其是对游戏的热爱使他成为了知名游戏英雄联盟的代言人。 每年英雄联盟的赛事上,几乎都能看到罗云熙的身影, 为选手加油助威,成为电竞迷们关注的焦点。 最近,他以一身精致的西装亮相英雄联盟出征队伍的现场, 再次吸引了众多粉丝和媒体的目光。 然而这次出席活动时,未经过修图的生图曝光,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许多人对他的真实颜值与修图后的形象产生了强烈的反差感。 众所周知,罗云熙一直以俊朗的外表是人, 无论是在电视剧中,还是通过社交媒体, 他的形象总是完美无瑕。 这次他出现在英雄联盟的现场, 粉丝们期待再一次看到他那张棱角分明的面庞。 然而,未经修饰的镜头下, 罗云熙的真实颜值与之前的精修图相比, 产生了很大的差异。 这让一些习惯了他完美形象的粉丝感到失望。 那天,罗云熙特意精心打扮, 头发染成了黄色, 身穿西装革履, 出现在活动现场。 他显然对这次的亮相非常重视。 然而, 尽管他精心装扮, 但无修图镜头下暴露出的细节, 却让他显得非常瘦削, 身体的纤细与他1米77的身高, 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尤其是他的腿和胳膊非常纤细, 脸部也显得很小。 与现场那些身材壮硕的年轻店竞选手们站在一起, 罗云熙显得尤为单薄, 好像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一般。 尤其是在某些角度的照片中, 他的四肢纤细的仿佛病态, 令粉丝们一时难以接受, 这与大家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国民美男形象差距太大。 现场的粉丝和网友在目睹了罗云熙的真实状态后, 不免感到失望。 他在精修图中的形象总是五官分明, 身材挺拔,充满自信。 而无修图下的他, 看起来却像是另外一个人。 许多网友对此感到困惑, 纷纷质疑, 罗云熙真的有传闻中的那么帅吗? 他是否只是依靠精修图和后期处理来维持自己的公众形象? 更有甚者, 一些网友在看到无修图下的罗云熙后, 觉得自己被欺骗了。 在无修式的镜头下, 罗云熙的小脸显得让人看不清五官的精致, 许多网友开始怀疑, 这位一直以颜值著称的明星是否真的如传闻中那般帅气。 一时间, 网上出现了大量关于精修图与无修图的差距的讨论。 一些人开始质疑他是否通过修图技术制造了一个虚假的形象, 真实状态与粉丝心中的偶像形象相差太远。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 罗云熙并没有选择沉默。 相反, 他通过社交媒体大方回应了网友们的讨论。 他表示, 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展示的形象, 无论是精修图还是无修图, 都是真实的我。 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地关注我的作品和表演, 而不仅仅是外表。 他的回应语气平和, 显得诚恳, 但并没有完全打消网友们的疑虑。 毕竟, 在当今这个高度重视外貌的娱乐圈, 明星的外形往往与其人气息息相关, 很多人对于偶像的期待不仅限于才艺, 还包括外形的完美。 在这次事件中, 罗云熙引发的讨论也让大众开始重新审视明星与粉丝之间的关系。 一部分人认为, 作为一名演员, 罗云熙应当更多地靠演技和作品 去赢得观众的喜爱, 而不应过分依赖外貌。 正如一些支持他的网友所说, 罗云熙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演员, 他在许多作品中展现了极佳的演技, 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他的表演, 而不是过分关注他的颜值。 这些粉丝相信, 演员的长久成功应该基于作品和才华, 而非仅仅依赖外貌。 然而, 另一部分网友确实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作为一位偶像, 外貌是吸引粉丝的重要因素之一。 毕竟, 在娱乐圈中, 明星的形象往往决定了他们的商业价值和人气。 一些网友评论道,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形象管理是他们的一部分, 如果真实形象与宣传相差太大, 难免让人失望。 这些网友认为, 外貌与才艺同样重要, 明星需要兼顾两者, 才能保持长久的受欢迎度。 无论如何, 这次罗云熙在英雄联盟活动上的亮相, 的确引发了关于明星形象的广泛, 对于明星来说, 如何在真实与虚拟之间找到平衡点, 始终是一个挑战。 而罗云熙的回应虽然态度真诚, 但她仍然需要在未来找到更多展现自己多面魅力的方式, 不仅仅是通过颜值, 还包括更多的才艺和内在素质。 作为一位偶像和演员, 罗云熙在影视作品中已经给观众带来了很多经典角色。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与才华, 赢得了许多观众的喜爱。 而这次事件, 也只是她在公众视野中的一个小小插曲。 对于她的粉丝来说, 外貌的变化并不会影响他们对她的喜爱, 因为他们看重的, 更多是她在荧幕上的表现和对待工作的态度。 无论外界的评价如何, 罗云熙依然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国民美男。 她通过对演艺事业的坚持与热情, 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 未来,我们期待她能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用实力继续赢得观众的喜爱。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